声音 进门然后让我们禁开门了 平时防火门都应该把它关上 平时不能把它开开 就起不到作用了 可能以为你用来点手 全部打开了给他们看一下 你所有的防火门都有问题 什么时候装的 门好像是散了自己关的 不是说好不好用 你在安装的时候 你配件都缺少了 你起码应该要知道这个门 打开了以后自己会回来 这个是最基本的 防火门它就不能自动关闭了 这样会影响 一旦要是发生火灾的时候 那烟可能会从那进来 就影响疏散的一个人员的安全 我就问这个事 这个是什么时候盖的 谁批的 把这个伪装建筑 这个胡刀不是 你这个手术室分割 就让木板就分割了 不是木板 你这不是木板是什么板的呀 你整个这个 这不就是木板吗 手术室的分割 就让木板就分割了 现在我还没说 你上面贴的 它的燃烧形成是什么样的 长风衣 人员火灾情况的关系 他们 我这个看了这个报道以后 他们最主要应该是 他们还是转门的时候 转门的时候门还是封闭了 人和里面有些处置 好像就是一些手臂 可能堵不到位 人和 因为在这个装修嘛 里面的人员可能也得不到 就是平时我感觉他们 就是 就是它这个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是装修起伏 你具体说一说 已经通报了 到现在一说 你连这个事故原因 你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看这个原因 你最后 你怎么细续教训呢 对 您是那个消控室的值班人员吗 您是值班人员吗 您是保安啊 您是保安啊 您不是这几个吧 我不是这几个 我不是这几个 你会操作那个控制器吗 就这个东西您会用吗 报警之后您第一件事做什么呀 您第一件事做什么 今天呢 我看的是这个上面是洗尸的哪个地方 有人抽烟呢 嗯 那我我们就是消音 我们给他讲一下 然后那个 然后呢 就消音完事就 啊 消音完事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跟他去开一下呢 我先然后开一下 您是您自己去还是让别人去啊 我自己去 您自己去 去开一下 消息就您一个呢 嗯 对今天值班就您一个哈 今天这边就是 除了